一模一樣樣的孖山價值 我們一人買一條手繩 我們就戴上一條手繩 做識別 我一個人在床上 然後我看一看床頭那張小桌子 為什麼有兩條手繩在這裏 歡迎實體 港南港綠 這次我們故事主人翁阿仁 她的女朋友 有個孖山姊妹 她就弄了一個烏籠 我們來聽聽她的烏籠是怎樣的 阿仁在這裏 在這裏 是 那你覺得這件事是怎樣的 告訴你聽聽 那我就跟一個女生拍拖 她有個不是很像樣的 是一模一樣樣的孖山姐姐 是 我明白的 是一模一樣樣的 這樣才是孖山嘛 哇 她有教我們怎樣分她們 她們都明白 但是人們都分不了我們 我們一人買一條手繩 我們就戴那條手繩做識別 哦 這樣的 我戴藍色 她戴綠色 有記認的 我們都一起了一段時間 然後其實我都經常上她的家 她的家常常都沒有人的 就是很方便 是 很方便 那有一天 下午我就上了她的家 她的家也說我姐姐和妹妹 是一人一間房間的 那我就召入妹妹的房間睡一會兒 然後睡著睡著 她回來了 那我其實很累 應該是我女朋友回來了 她又上了床睡著 然後就做了一些很開心的事 之後我也是繼續睡的 是的 我個人很喜歡睡覺 然後睡醒了 只剩下我一個人就在床上 然後我發覺 你這麼快就起了身 又出去了廳 然後我看一看床頭那張桌子 為什麼有兩條手繩在這裡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出廳 原來她們兩個都在 那她們兩個手上有沒有帶東西 沒有啊 她們兩個手上 有時候回家他們不帶的 他們很喜歡玩東西 扮演對方的在家裡 她們出街才是大 我有時候也搞不清楚 有時候收拾水來吧 喂外家照 但是那一天 不是玩到這麼大 那我犯了教育溫溫等等 突然之間 心血來潮 就搞了 那我妹妹的房間 現在我沒有入錯房間 出來我都看到那間房間 所以我就發生過那些不敢的事 到這一刻我還是沒有答案 那個姐姐呢 那個姐姐沒有男朋友 有可能跟我拍拖 我有時候想不死 那姐姐是不是 真的玩到這麼大 有些學生呢 玩到這麼誇張呢 但如果去到這樣 有些禍火 我當如果是的話 那你在我房間出來 一定會先脫鞋 即是隨便一個都知道 男朋友你在這裡 我當真是玩到了 有 妹妹回來 看到男朋友對鞋子在 其實我就會想進房間找她 或者不進 都知道她在睡覺 就不需要她 但如果我看到姐姐在我房間出來 你會覺得我沒有反應嗎 是 肯定 所以誰先誰先 誰先後 還有他們什麼時候在家出現 這個時刻都很可愛 你意思是否說 擺烏籠的可能性很低 應該是本人 我覺得很低 不過那刻真的會嚇一嚇 因為照道理就搏不過 這個機會 你又不知道妹妹什麼時候回來 就是假設大媽進去 真的擺烏籠就弄他 OK 然後你不知道小媽什麼時候回來 小媽一回來 其實就穿的了 這件事 是呀 除非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人 整晚只有我一個人 我可以扮任何人都可以 因為其實下午這個時段 很激烈的 究竟誰原先是屋 誰是後來回來 還有 都是那句 我看到入門口 看到多了一雙鞋 即是你來了 其實你來都睡覺 這些時候數 如果你是不睡覺 你就去聽 那我就不會去打擾你了 如果我是姐姐 我就想妹妹和男朋友在房間 那我就去聽 那妹妹睡醒出來聽 一同看電視就看電視 但是你說那條手繩那個卡位 你都說到他們其實平時都很喜歡交換 那可能真的留在房間 即是你不排除是前一晚 那姐姐入過每間房間 然後放在那裡 即是說真的 隨便出門口就拿回 我知道有些是會交換衣服穿 尤其是女生 男生可能難一點 女生有時真的會交換衣服穿 有時脫衣服 放下了都不是太大問題 我都覺得那個可能性不是很高 就算說 整晚我都知道小媽媽不在那裡 什麼姐姐進去 放進你床裡 弄鬼你 你這些說出來就會穿 但無論如何 都蠻驚心動魄的 當我發現 我是不是搞錯了人的時候 那一刻都蠻害怕的 還有你感覺到大媽有這麼大的陰謀 或者叫做機心 那都蠻恐怖的 我覺得 你就是因為利用你自己 跟小媽一樣 然後你就利用了這一點來騙我 騙你妹妹 這樣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很恐怖 我覺得 我也不敢再看這件事 那你當做夢吧 你不要記住 因為現在都不可以求證 除非你將來真的要求證 知道過有另一個答案 否則給我 那天應該是對的人 你說服自己 你覺得我應該問一下姐姐呢 怎麼問 為什麼你的手聲在妹妹房間出現 對 為什麼 我又不敢問 還是你想問他 你有沒有進過你妹妹的房間 那天你是什麼 你說每間房間 為什麼你會選擇問大媽 不是應該問你女朋友嗎 問小媽 其實不是兩個都死的 如果問大媽的話 他未必說真話 如果他有心疏你 他怎麼會說真話 如果他真的需要 那可能會有第二次的 那就還有這麼多 沒有辦法 再清楚一點知道誰打誰 我真的很想找一把刀 在他們手上畫一個記號 一個畫正方形 一個畫圓形 不是 走去紋身 每天我們都一起做一段時間 不過我們一起紋身 我紋你的名字 你紋我的名字 紋在一些你可以辨認到的位置 紋一個符號 紋字 總之紋身在認定 他不會走到去 紋一個一模一樣 這麼囂張 真的很棘手 考慮一下紋身 是啊 是啊 我剛才說用戒刀的說一下 考慮一下紋身 或者是一些那些 逼他多釘耳孔 是啊 帶一些手啞下去 不是那麼容易脫出來 脫出來 要用十分鐘脫出來 不是 紋身不行 女生會釘耳孔的 你逼他釘一個身 如果另外那個 你突然發現他走去釘了 那你知什麼了 你知道什麼事 耳孔我覺得最ok 沒錯 耳孔 又不會有很大的傷害 但你很明顯的 一定會看到耳朵 紋身和耳孔是可以 紋身可能 難一點 有些人不喜歡 但如果他有耳孔 應該比較比較 你試一下 至少可以防止了下次的意外 下次如果 我講如果 不過我想女生應該知道 我打算偷偷地釘耳孔 看看下次會不會有個沒有耳孔的 進來 那你就抓到兇手 不過那些孖先生姐妹 是知道對方釘了耳孔的 應該知道 孖先生也知道 我釘了耳孔 我回到家 我媽媽 我哥哥 阿B都看到了 哥哥有耳孔 OK 沒有辦法 但至少你下次可以 防止到同類型的事情發生 你覺得我們這個推薦 可以嗎 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我覺得你那個手繩 其實都很大危機 手繩其實都是 有心脫下 他們在家裡不戴的 他們是出街才被承認 才戴的 就是這樣 但如果你自己有一些 和女朋友專屬的記號 那就更適合 那件事過了 就不要想到他了 防禦將來 好一點 沒錯 煩惱 除非有一天有人斬釘截鐵 跟你說 那天是我來的 那他自己坦白承認 那就另外一個故事 如果不是 我Henky永遠都相信 那個是細媽 是的 你女朋友來的 好 謝謝 不要客氣 希望你遇到 拜拜 當年千姬變宜之花刀大戰 吳彥祖就是分不了她那個外人 TWINS來的 她就錯了 我忘記她是跟大媽情弟小媽在一起 總之另外那個有心裝她 是 然後就東窗事發 即是院場就出現 然後見到 見到她吳彥祖跟另外一個媽媽 錯的媽 錯的媽 然後就罰吳彥祖 從此在那個地方 所有男人都是奴隸 然後吳彥祖 因為她都很生氣自己 是 好像是閹割了 是這樣的 是 另外那個 引誘人的 那個媽媽 就被人封住在場面 當然這裡是電影 是科幻一點 但我就是想告訴你 其實是應該不用她的 那當然 那當然 你只不過一樣樣而已 不代表其他事情 不容許我的姐妹這樣對我 當然 第二 我亦都會生氣 為何你認不到我 也是 但我不是每天都面對 那些孖山的姐妹 我不是 你去到這麼親密的行為 其實是應該容易些辨認到的 因為真的不同的 那個動作喜好 所有的節奏 那你全部應該是 你最清楚 而且一聽都好幾年了 不是幾個月 如果她有少許不同了 其實你都會 循例問一句 你今天這樣 就是這樣 那都很難回答你 就是這樣 你每天都在質疑她 不是用質疑 不是用質疑 可能有時候 你做什麼今天 不同了 就是以為是一個調情的 轉一下新鮮一點 那她看她怎麼回答 就是輕微的試探 可能她說 你可以試一下做這件事 如果對方說 我沒有做過 那你就知道 但如果對方說 你為什麼突然想我變 是情趣 我又變一下 我忘記提他 可不可以下次做暗號 好像閉上門 對 好啦 明天上流 comment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辨認到twins 還有避免撈亂了 是 like這條影片 share給你身邊所有人 是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按個鐘 明天才影片 就會告訴你 下面有個WhatsApp號 如果大家有什麼好料爆料 給我們聽 就會WhatsApp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